哈喽朋友们,现在外面只有11度,多伦多真的是一秒入冬了 我今天要来做一个site visit 其实这个项目呢,已经做完了 然后它是一个商业办公楼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工作的一个很大部分 就是给我们手上的这些项目工程做annual review 就是年检,然后年检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site visit 所以今天就是刚好我有这个时间 我就来给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做个考察吧 看看它这个楼的情况 然后它的这个租客是不是和它跟我们说的一样 就是有没有信息上的冲突,有没有骗我们 当然我觉得一般都不可能了 我就火速去一下,然后就回来 我刚刚下班啦,今天来这里见一个很特别的人 门吧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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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我们开始了 谢谢 谢谢 你不就点那个吧 或者你再点一个 我再点一个 再点一个 或者像就是skills 对我就很小的 那种串串 对,要不然我们就先这样 然后我们就一起share一下 可以 然后饿了以后回家我们就继续再吃 不,今天晚饭不要这么贫 就这样 不要这么贫 你瘦你可以吃 没有,我也满那个 我不渴 肚子上很多肉 谁没有呢 好开心啊,可以见到另外一个博主 然后可以探讨那种 我好像,我好像没有在国外有过果子 真的吗 好开心 好开心 这个酒也太酷了吧 我们点了一个泰式香肠 这个看上去好好吃 有点咸 然后你听说这个是他们家必点的一道菜 对,就我觉得他们家有的别的东西有点菜 但是这个就应该不会菜 好神奇啊,好久没吃到玉米饼 这个煎的,这个煎的好脆 很脆 也很像那种泰国夜市会有的菜 虽然我也没有去过泰国 但看别人的视频 就有那种感觉 很好吃的吧 又点了一分厘米饼就太好吃了 这个洗手间的大镜子也好可爱 但这个放上了 你看这个香港帆射私 对 这个全是全装不充的 这个也好好看 这个跟我自己之前买的那一副挺像的 但是可能就是镜框这边会稍微的粗一点点 那是真的吗 然后这里如果您可以读一下 它说是你的名字吗 不是 F-U-C-K 然后它说Y-O-U 哇 哇 那是你的精神 我就是一个很静的男人 我没有说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可以知道我还在想起这些东西 那是很酷 我喜欢这种感觉 朋友们 谁懂啊 回到家就有现成的食物 这个是我妈妈做的南瓜汤 我刚才浅浅的闻了一下 感觉很香很甜 然后这个是中午没有吃完的那个牛肉 就加了一点白菜再煮一下 然后这边它应该是在炒了一个那种类似小炒肉的一道菜吧 好 幸福 朋友们 回到家就有好吃的 我们最近吃饭呢就在重温康熙王朝 这个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电视剧 我妈也喜欢 所以我们俩就一起再重新看一遍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康熙 他打完吴三桂了 然后现在下一步要收复台湾了 就是康熙真的是 牛的不行啊 而且我就是长大以后我很仔细的去重温他 就发现了很多我小时候没有看懂或者是看清楚的点 就是我竟然看到康熙流眼泪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是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作为一个帝王 他也有他的这个脆弱 然后他在遭到背叛的时候 他也觉得非常的痛苦 因为吴三桂当时就骗了他嘛 找他要地 要粮食 结果最后还是判清了 所以他就很生气 然后他也很失望 他就哭了 就那种帝王之类 太难了 不过还好最后吴三桂也就死了 谢谢大家 你们 今天准备穿这双鞋子 这是我好多年前在欧洲做暑期交换的时候 我买的都没有什么机会穿 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场合 可以穿一下 我觉得我最近做视频真的非常认真 我要趁不是趁血而入 趁热打铁 朋友们我到了 这就是我今天下午和Justin录视频的地方 是我提前预定的一个工作室 真的还挺漂亮的 阳光很好 但就是后面阳光一点太强了 所以可能我就有点担心 这个人到镜头里面会显得脸有点黑 你们看它这个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布 它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工具 特别专业 然后这个是它的入口 进去以后 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个房子的这个层高挺高的 然后它这边后面呢 是一个小小的厨房 哈喽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 今天是一期优秀的草油系列 之日我要请到了我的好朋友Justin 来我的频道做客 他目前是在一家私务公司 从事基础建设 投资与关的工作 我们先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朋友们 今天是星期六 然后我刚刚稍微的梳妆打扮了一下 因为我要带我妈妈出去逛一逛 平常我周一到周五都在上班 挺忙的 而且很多其他的时间都要用来剪视频啊 录视频什么的 我就不希望他觉得太无聊 所以现在周末只要有空呢 我就会想办法带他出去走一走 三餐步也好 或者逛一逛 或者找个地方就是玩一玩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不然天天待在家里面就也不是个事 我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吧 买了一只手表 当时是挺喜欢的 这个牌子叫做Tudor 就是后来才知道 好像杰伦也是代言人 但是我本人就也不是很懂表了 但是应该是个还不错的品牌 因为也不算便宜吧 当时呢 说实话是挺喜欢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盘很漂亮 是酒红色的 不过我也是后来才深深的觉得 自己根本就不喜欢戴手表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平常看时间还是拿一个手机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手表呢 我就决定把它送给我妈妈了 他不嫌弃的话 我给他看了他觉得还挺好的 而且这种就是钢表带嘛 我感觉也挺适合他的 但是呢这个尺寸就特别的小 因为是完全匹配我的手腕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就准备带他去 我之前买表的这个表店 去调整一下 根据他手腕的尺寸 当时买完这个表 他还有一些多余的 这个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专业术语是什么 我们就准备去稍微的调整一下 然后晚上可能就去逛一逛 然后再带他吃一个火锅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 从周一到周五都经常在给我烧饭嘛 她也挺辛苦的 她以前真的是很少很少做饭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周末一定要带他出去休息一下 放松放松 对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计划 天啊我真的是在慢慢从一个P人变成J人 但是当然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优秀的程度 出门 就这样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我unkентов 是 我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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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 把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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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选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